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今天是短午佳节 祝福大家佳节愉快 但是呢 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看明天哦 有一位101岁台湾中华民国史上 最老的飞行员 他即将要回到台湾了 他不是军人 他是个飞行员 但是他为国家出生入死 在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来讲到 这位飞行员 叫做陈文宽 他的一些丰功伟业 他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复兴航空的创办人呢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刚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教授欧重敬 大午安 国安评论员李天夺 立刚好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金鲁星 立刚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注意哦 101岁的一位人类 他要回到台湾 这个人叫做陈文宽 他回国前他还说 如果给我一架飞机 我就可以飞回台湾来 他为什么那么优秀呢 因为他是复兴航空的创办人 他在以前的时候 曾经引进了两架 蓝天鹅的水上飞机 后来有一架飞机 离奇失踪了 有些人就说 那一架飞机投共了 蓝天鹅的水上飞机立刚 两栖的呢 英文叫做Catharina 然后呢 他的英文编号叫做BBY 就是这一架 就是这一架 你看可以水面上降落的 在我们那时候 西元50年代 他引进 谁引进的 就你讲的 复兴航空出卖人 陈文宽引进 他自己也开过 老人家也开过 就这个飞机 难怪人家 他今天敢讲说 你信不信 我自己可以开飞机回去 因为人家 陈文宽当初 这个飞机他也开过 蓝天鹅当初 最老牌的飞行员 当时 BBY5A刚 引进台湾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不但执行了 军方 尤其是空军的任务 他也执行 像是海上救援 等民间任务 当然 他当时所占据的 新闻版面 可想而知 可是后来 攻占各大报头条的 这则新闻 却是 这个蓝天鹅 发生了一件 不幸的事件 话说 1958年10月1号 当时 这架蓝天鹅 水上飞机 他要从马祖 飞到了台湾 不过 驾驶不是陈文官 因为他休假 那时候的驾驶 是孙明远 飞行员 以及陈卫文 飞机上 还在了 包括有 马祖防卫司令部的 副参谋长扭英 这叫军方的重要人物 此外 还有连江县长王旭 这是政治人物 另外 敏感的是 飞机上面 还有很多的美军顾问 好 那当时我讲了 10月1号 他是傍晚 5点多快 6点的时候起飞 起飞到 6点18分的时候 他还有用 无线电跟航管 在那边保持通话 但到6点20分 这架飞机就不见了 第一 他失联 第二 他失踪 失联就是他已经没有跟塔台回报了 失踪就是 接下来他飞到哪去 没人知道 好啦 这个飞机 他就这样消失 让人联想到 我们近来常在讨论的马航事件 没有错 他整个失联失踪的过程 就仿佛是56年前 马航的翻版一样 先来讲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你不见我们也要去捞吧 当时在马祖附近 我们海军的舰艇立刻去 包括美军第七舰艇 观众朋友 为什么美军第七舰艇也要来捞 也要来找 因为有美军顾问团的 厉害立刚 有在听 好 结果就这样捞了捞 你们知道捞了几天 捞了三天 都捞不到 任何一点碎片 根本早都找不到 但是在当时要找到飞机 真的不容易 因为不像现在有什么卫星定位 雷达定位 都没有这些系统 所以你等于在茫茫大海之中 要把这架水上飞机给找到 简直是非常难的事 立刚讲的没有错 海流海洋等等 你把它考虑进去 要找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个时候 有人就会怀疑 会不会是飞行员 本身操作有问题 好 这时候陈文宽老先生就回忆 他说 这个孙明远飞行员呢 他认为他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因为当初 他就有跟孙明远一起飞过PBY 他说当时 他觉得孙明远的驾驶技术很好 他绝对 不太可能会手忙脚乱 所以他说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实在想不透发生什么事 会让孙明远无法处理 这时候想不透的事 那有人就会说 该不会是突然空中爆炸吧 这空中爆炸可能有机械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 人为的飞机上面有爆裂物 但同样回到那个老理由 就是你如果爆炸 那你油污呢 污汁呢 碎片呢 都没看到 我为什么都看不到 好 这时候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出来了 空中相撞 是不是跟马航也很像 对不对 说当时 有人就说传闻 当时说在马祖的航管雷达上面 发现这个卡塔利纳 蓝天鹅的后面 出现了一个不明的光点 一个不明的光点 而且这个光点是一直追着蓝天鹅 后来追上了两架飞机 两个光点已经并行一起前进了 然后就 这个光点就不见了 有人说 这就是在雷达上面显示这样的讯息 就代表他们相撞 然后掉到海里头 可是一样啊 那你掉到海里头 怎么也是找不到呢 那就是人为因素 有人讲 说这架飞机是被截击的 你看当时我说飞机上面 发了谁 连江县长王旭 结果既然有人讲说 就是王旭截击 还说王旭 那时候马祖通讯都有报道 说王旭他可能有犯下这样的截击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 1958年10月1号 10月1号刚好是中国大陆的国庆日 然后王旭想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贺礼 而且不只是 不只是把蓝天鹅送给他们 还把包括我们的 这边有没有 马祖防卫实力部的副参谋长也送给他们 美军顾问也送给他们 等于是给他们人民立下一个大功劳 甚至还说他是地下英雄 还有福建政委接见他 甚至要让王旭干接下来的福建政委 讲了好多好多 那时候复兴航空 他非常非常的委屈又尴尬 为什么 你要知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复兴航空 他是执行过很多很多的军方任务 机密都是交给他执行的 那时候的国民党政府 当然很看重你复兴航空 你现在给我搞这种飞机 你说他是不是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尴尬又委屈 对不对 好 不过 这架飞机真的投共了吗 告诉各位 几天前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行为 说是几个月前 有人已经在他们失事的附近的海域里头 捞到了一个发动机 还有一个生锈的螺旋桨 而这个螺旋桨就是PPY5A飞机在使用的 你说的就是这个螺旋桨 就是这个 好 这不就等于证明 当时你说王旭截击投共 根本是只需乌有吗 是不是也等于还他们的一个清白 但随着这个的出现 也证明了 果然 当时蓝天鹅他是失事了 好 醉机了 但这个东西有人觉得有纪念价值 说要20万来买它 不过空军认为 这应该要由空军来接手 因为这个它非常具有纪念的价值 所以目前已经运到了高雄 要由空军的军事馆来收藏 并且要找时间展出给所有人一起来看 蓝天鹅这架水上飞机 其实当时复兴航空引进了两架 但我们注意复兴航空 因为它执行的任务上面来说 还有包含军方的任务在其中 所以这个飞机有时候会飞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 而在那个时代的国共之间 正在对抗的知识 其实蓝天鹅这水上飞机 曾经遭遇到米格15的战斗机 而在那个时候 伸中了数百发的子弹 而这架飞机仍然没坠毁 安全的降落了 李刚我们根据海军舰队指挥部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舰队老蛙的故事》 里面叙述了三届蓝天鹅自行最有名的计划 第一件计划就是一个绝对机密的计划 因为在那时候 一江山全军覆没都沦陷了 接着就规划 那时候我们也得到情报说 老共要进犯大城岛 这大城岛不是开玩笑的 上下大城 T山岛还有一个渔庸岛 四个岛总共有多少人你知道 两万八千多军民 你要把它一次撤退 那怎么办 这个任务就给了在半年前 1954年民国43年 10月成立的水中爆破大队 给了他们第一件任务 就是代号是金刚计划的 绝对机密的计划 大城撤退 那大城撤退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就由蓝天鹅执行这个任务 带了十个水中爆破队的人 以四天的时间 把大城岛附近所有的水文 调查了清楚 哪一个地方适合登陆艇 怎么一个撤退 第二个 清除掉要预定撤退海滩上 所有的障碍物 因为这样才方便整个人员的撤退 对 四天的时间 他带着十个水中爆破队的人 完成了这一件任务 而把大城平安的撤退 那个时候 老共就发现了 我们居然有两架这样的名 这样子 号称是民航的水上飞机 视它为眼中物 所以那时候老共已经发现了 老共已经发现了 结果就在十二月的时候 有一次蓝天鹅在 马祖执行完任务的时候 往 才飞离开马祖海域 两架米格15 追啊 一路追 米格15是喷射机 喷射机 这个是水上飞机又是螺旋桨的 那一定逃不掉了 所以他贴着海飞 那美国的米格15 他不敢太低 贴着海风浪大 这样子 一路追到了将近 将近我们的防空海域的时候 总共中了一百多发弹 我们的飞机升上去的时候 才把气 那这样子那架水上飞机 岂不是中了百发子弹 一定就沉掉了 没有沉 没有沉啊 没有沉 都很好 没有打到引擎 就打到其他地方 回来以后一算 一百多发 一百多发 一般的飞机打到这样子 早就已经坠毁了 所以除了技术好 命还大 接着的时候 后来 在也是那个1955年 美国一架 从琉球起飞的运输机 往钓鱼台飞 飞到一半 哇 失事了 失事以后 七个人员跳伞 跳伞 跳伞以后 美军去 美军派那个新天翁的去 根本没有办法救 为什么 浪高两层楼 二十几米的浪高 结果呢 美军在没有办法的状况下 向我们求救 我们就派出 陈文潘先生 亲自架着蓝天鹅 蓝天鹅去那边救 那个救有一个非常困难的 在哪里 因为 第一个 他从浪太高太大 然后有美军的那个新天翁的那个 那个飞机在上面定位 驾驶员在那里 驾驶员他要 快到驾驶员附近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他要熄火 因为他引擎不能发动 万一把驾驶员打到了 所以飞机在接近的时候要熄火 结果是陈文宽驾驶 水上飞机去救人 所以这浪这样子高低的时候 救了六个人 不同地点六个人 还有一个死掉的 连尸体一起救上来 这个救援的行动 救完了以后 你知道吗 光光在那个海域等了多久 等了四个多小时 因为浪太大 漂浮 他没有办法发动 前前后七个小时 晚上五点十八分 回到台北的时候 飞机起飞 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美军顾问团在机场 真的是把他视为英雄的崇拜 然后第三件事情 也是在1954年 我们有个空军废官 黄祥春少校 他执行沿海的侦察任务 结果在广东附近的时候 啪 飞机故障 只好跳伞 一跳伞的时候 距离广东的汕头多远 才三海里 这么近啊 对 跳伞以后 那这样一定会被共军俘虏的 还没有 那时候老公这方面 还不是那么进步 结果我们马上派了 那个刚刚成立的 海欧纠南大队 啪 飞到那边要去抢救 可是他们经验不够 明明找到了人 可是下不去 也不知道怎么救 结果怎么办 还是找了陈吴宽 陈吴宽去的时候 老公也侦测到那种电讯了 知道在那一带有问题 为什么有我们的空军过去 结果他们也开始来抢人了 陈吴宽在那种状况下 国防部给他的命令 务必把人抢回来 结果在天黑之前 把黄祥春 救回来了 救回来 结果国防部为了这个事情 特别办了一个 云辉六等勋章 给陈吴宽先生 这就是他的事迹 没想到 这位这么老的飞行员 中华民国史上 已经到101岁的飞行员 有这么多的丰功伟业 但我们注意 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 日本的飞机比我们更优秀 我们的飞机通常 飞在天空当中的时候 就会遭遇日军的突袭 尤其当时宋美龄的座机 叫做DC-2 这款飞机正在运送物质的时候 上面载运的是什么 是载运着宋美龄的一些贵重的物资 但是这架飞机失踪了 为什么失踪 是被日军打下来的 还是飞行员卷款潜逃呢 飞机到哪去了 是立冈 大概在1940年初的时候 陈文宽就被中航调到 飞重庆到香港这个航线 当DC-2的战驾驶 当时飞DC-2 其实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客机 它没有任何武装 也没有战斗机 帮它护卫 所以日军就专门抓这种客机来打 好打 对 很打 上面一定是在的比较重要的人 对 比较重要的人 我又把你打下来 我又不会有任何损失 所以他们为了避开日军队攻击 当时有一个 就是大家心照不屑那个规定 尽量选择晚上出发 因为当时的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 大家根本没有什么照明 这边也没有什么雷达 也没雷达 对 所以很简单 你知道晚上出发 日军就哪里莫可奈何 他也不知道你飞到哪里去 所以当时大家都一航出发 可是就到1941年 2月12号这一天 那时候就是从香港要飞重庆 有两班DC-2 一个是宋美龄自己本人坐在上面 另外一个是 载着他的侍从人员 跟这些他的贵重物品 其实我就有一班分机失踪了 你知道当时载着宋美龄的这个机师 是个外国人叫Roy 那载着那些 侍从人员跟那些贵重物品的 这叫坛酒 就是中国机师 那这两班飞力一开始飞都很顺利 可是到五个多小时之后呢 到了重庆山湖坝机场 就只有宋美龄那班降落 后面这一班就不见了 飞行途中总会少了一架呢 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然后什么联络都联络不到 然后后来一查 你知道查多久 查了一个礼拜 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不知道下落在哪里 那大家开始传言就出来了 你知道大家认为说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飞机上面在的 都是宋美龄的很贵重的东西 不知道他那边运回来多少 金银珠宝这些东西 所以有人在猜 是不是这个坛酒 勾结机组人员 甚至买同我这些侍从人员 大家一起抢了这些珠宝 逃到国外去 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那当时传言很多 但是陈文宽是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坛酒 他觉得坛酒是他的好兄弟 好朋友 好同事 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传着传着传着 后来 那个军统局直接的找 陈文宽来问 对啊 他就问他 你认识坛酒 他是怎么样的人 他平常生活习惯怎么样 他有跟谁监处 所以军统局也开始怀疑 开始怀疑 认为是不是坛酒 就是计划 找一个计划好 这个案件就捐款潜逃了 然后陈文宽当时 就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的是 而且他特别拿出来 DC2的性能表 这些当时的航空图 他干什么解释给他听 DC2以他当时的油料 他根本就不可能飞到国外去 他一定只能这样的飞而已 所以你们不要疑心 这肯定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军统局的人信不信 陈文宽也没有把握 可是当天你知道 因为飞机虽然不见了 你还是其他航班还是要飞 所以当天就在军统局问完他之后 陈文宽就驾驶着 那个DC2飞机 从重庆要飞到香港去 然后他一般来说他飞得很正常 就那天说也很奇怪 飞飞飞飞 突然之间就 接到那个消息就说 现在香港那边都是云雾 能见度太低 你们在那边没办法降落 你们现在刚好在桂林那附近 你就在桂林先降落吧 大概一晚上等到第二天 天气状况转好再飞过来 那也没办法 现在已经天气状况这样 这个人力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只好降落 可是降落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当时不像现代 都有现代化的旅馆什么东西 当时旅馆很少的 所以降落下来 整机的没有地方睡 也没有办法安排他们去旅馆 所以只好什么 所有人都在飞机上 就先投一下等天亮再说吧 然后就他自己 陈文宽自己也坐在架子座上 等到天 天慢慢亮 然后突然发觉 左手边那个灯云山上面 突然之间 有那种金属的反射光线出来 你说山顶上面有反射 也就是说在山头上面 突然出现一个亮光 就出现亮光 太阳光照射到什么东西 他就觉得那边有个东西 他就赶快拉副驾驶 你看那边有个反光 副驾驶要看的时候 云雾飘过来 什么也看不见 再来一般人如果是我的话 我看过就算了 那个亮光干我什么事 也许那亮光是一个 一些石头岩石的反射 但是陈文宽是有经验的 所以他认为那一定是 某种金属的亮光 所以说山头底上 有金属的亮光反射过来 他认为那搞不好 是飞机的部件之类的东西 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多 OK 气候转好可以飞了 他飞上去的时候 他不是先直接飞到香港 他先飞到邓雲山的附近 去看一看到底 那边有什么东西 你是意思说 他飞机先绕过去飞 他本来是要直线飞行 他先飞过去看看 对 就还绕过去 看到什么了 就在邓雲山的山头上面 遍布的到处都是DC2的残骸 就是潭九那架飞机 就坠毁在那边 撞山了 对 就撞山了 那他到底为什么撞山呢 其实后来 因为你要知道 当时没有黑盒子 所以大家只能够用岩派 那岩派有几种可能 一种就是 你知道邓雲山其实不高 他这五千多层 也就是一千多公尺 不到两千公尺 那再来讲 一般的DC2 你不可能飞这么低 因为你在夜航的时候 飞这么低其实很危险 那为什么要飞这么低呢 他们怀疑可能是因为 当时在可能一万尺 也就三千多公尺高度的时候 可能因为气温突然下降 有一些基建部件 还有结冰 那谭久为了避免 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把高度架降 那当时对那些 高山的标高挖这些图 其实都不是很精确 因为那些空宿管可能结了冰 空宿管变成 没办法侦测他的高度了 然后当时你知道 又是夜航 他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所以可能就不小心 就撞上去 你知道他撞那个残骸 离山头那个顶点 只有二十公尺而已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飞过去了 如果高一点点 飞机就过山了 那当然另外一种 可能是什么呢 也许是当时 他刚好真的不幸 遇到日本的飞机 就被日本的战斗机打下来 所以坠毁在那边 当然两种可能都有 目前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陈文宽的这个发现 至少还给谭久一个清白 人家没有捐款且桃 他只是为国家壮烈牺牲了 许多的飞行员 在战争的时候 为国捐躯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非常的尽心而努力 要把他们的任务给达成 但是现在的航空公司 在长途飞行当中 如果说飞机上有人 出了事不幸往生了 那该怎么办呢 李刚 如果不幸过世的话呢 你知道有可能 会出现什么状况吗 就是呢 让他一样安安静静 躺在他原来的位置上面 只是会给他戴个太阳眼镜 或者眼罩 或者呢 趁之前面给他放一杯酒 调酒 放个报纸 你信不信 等一下 你说人已经过世了 飞机还要让他继续坐在 这个空腹 还让他继续坐在 这个坐上里面 我跟各位讲 这不是我们天马行空 想出来的方法 真的吗 这可是英国航空啊 就有英国航空的人 跟BBC的记者讲说 他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标准作业流程 对 根据英国进报的报导 说英国航空有个空腹员 他就跟BBC的广播电台爆料 说他们曾经有一次 飞机上面有个60多岁的老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猝死 那猝死之后呢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第一 还让他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并且给他戴上眼罩 还有坐舱长交代空腹员 在他前面放一杯福特加 或什么Gitani这种调酒 并且再放一个报纸 还有因为当时事发突然 所以他旁边的乘客 也不知道他已经猝死了 那个时候空腹员 还跟旁边的乘客讲说 你们小声一点哦 不要打扰到这位乘客哦 他需要安静 那也就是等于说 你等于是要让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人知道就对了 你就是要卫装起来 前后左右的乘客 都不知道他过世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就是因为航空公司 他们很怕 一旦让大家 所有乘客都知道 飞机上面有人不幸猝死 会引起飞机上乘客的恐慌 此外呢 这个BBC记者 他就很疑惑 他就问空姐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遗体 移到别的地方啊 比方说最好的就是 我们讲的厕所 好 这个时候呢 航空公司 这个空服员他这样回应 他说第一 如果你要把尸体给运走的话 你在运送的过程 你是不是就等于是 沿路的人全部都看到了 全部的人都知道了嘛 没错 这会引起恐慌 第二个呢 刚刚不是讲到厕所吗 你如果放在厕所的话 因为厕所有时候 飞机遇到乱流 那厕所里头震动 你这个遗体就有可能 你本来只是把它扶在那边 坐在马桶上 但它有可能会滑下来 这是不是对死者不尽呢 第三个 如果遗体变硬的话 你放在厕所里头 到时候 我们不知道 一开始刚往生的时候 是比较软嘛 那你久了之后变硬 到时候你 近得去 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 很可能因此 必须要拆解飞机哦 好 所以你听到以上零零种种的解释 你会发现 第一个就是怕 所以要把厕所门都给拆了 才有办法把尸体给运出来 那这样子 那一定花很多钱啦 讲到钱 我告诉你 除了怕疫情恐慌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为了钱 因为也怕有的乘客 知道飞机上有人死了 他会提出赔偿 你不信哦 来我现在来讲 两年前 2012年 当时瑞典广播电台一位员工 他叫Patterson 他和他的朋友呢 就坐了一架肯亚航空的飞机 从荷兰亚飞往坦尚尼亚 他们两个人要去度假 可是呢 他们才一上飞机 就发现 旁边有个三十多岁 年轻力壮的男乘客 手心冒汗 额头冒汗 老金卵 他们立刻告诉空服员 可是因为那时候 飞机已经准备要起飞了 你要知道飞机准备要起飞的时候 通常可能就太紧急了 就不管了 就真的飞了 你看 那个三十多岁的人 结果呢 真的出事了 开始心跳加速啊 全身痙攣变得更严重 那时候空服员还赶快广播说 有没有人是医生啊 后来呢 并且还有很多空服员去帮他做 这个心脏的按摩 但很不幸的 那个年轻人还是死了 好 死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肯亚航空 是怎么样把这个遗体安放吗 他是这样子 这是走道 这是走道对不对 对 那这边有三排座位 他就把那个 不幸去世的那个男子呢 横躺在这三个座位 那这是不是走道 对 Patterson坐哪 他就坐这啊 Patterson回忆哦 他说他当时坐这 他说那个航程 因为我刚才讲 飞机起飞没多久 那男的就去世了嘛 对 飞了十个多小时 他说他这十个多小时 如坐针毡 他连往左边看的勇气都没有 他说他一路上 第一也不敢喝眼 也不敢睡觉 也不敢往这边看 他就只能一直往窗外看 他说他坐得非常痛苦 他自己形容 他说那种痛苦的经验 比坠机还痛苦 当然啦 可亚航空当时 让这个遗体放在这边 是有用毛毯盖着 可是对Patterson来讲 飞机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Patterson可是清楚知道 因为他从头目击到尾 甚至这个人 惊乱也是他讲的嘛 他就知道这个人 已经去世了 好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跟 亚航空提出抗议 并且经过了 一个多月的 直接的增值之后 终于他要到了赔偿 713块美金 好 713块美金 只有他那张机票的 一半价格而已 有人就问 说Patterson 你为什么要争这个 他说 其实钱争了多少 不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他认为 他的权益 受到了损害 所以立冈 以后飞机上面 有人不幸在飞机上过世 可能你看到 都不会有人大动作 也不会引起大骚动 为的就是怕 引起恐慌 当然也有 钱的问题 原来飞机上面 有人过世 是要这样子处理 但是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而这些痕迹 有人就可以 靠着足迹来办案 可以破到 1200起案件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